什么挑战用淘汰王的武器吃鸡 别看这个任务简单明了 做起来那可是一搏三折 请帮我们点个小信心 注意一定要帮我紧盯过屏幕啊 出球了 落地先送一部物资 正所谓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后请保障工作一定要做到位啊 有了一定的物资基础 接下来就一个字 等一位白马王 都很因为淘汰王的出现 话说 你们平时都是用什么武器 拿起淘汰王的呢 红尘当年可是用一辆车就搞定了 来了来了 淘汰王出现了 不过 他刚刚用什么武器来着 我没注意看 关键时刻还得靠我是不是 哇塞宵夜 你简直就是我的恩人啊 来来来 又到了有奖精彩环节 大家都来认一下 这屠上画的 是哪把枪啊 知道的小老爷 把答案打在公屏上 那你 这淘汰王怎么就被人撂倒了 还真是山外有山 人外有人啊 放心 等我找到AK 一定会给你报仇的 做红尘的队友到底有多难 这次我先冲 我保护你 别冲啊 动脑子 我冲呀 爱骂 怎么冲了呀爱骂呀 我太难了 这么多人 你冲上去冲头啊 你看看 暗兵不动才是最佳方案 敌人一个一个自己送上门啦 这一天就知道瞎抄抄 动的脑子行不行啊 哼 各位小老爷 你们说小爷是不是讨骂 嘿嘿嘿 想让我多骂几句的 快点点个小信心 有几颗心 我就骂几个字啊 拜托拜托 我要是有十万二十万 难不成 你要写篇论文骂我呀 也不是不可以啊 快把小信心点起来 骂人的话 我来服务写 就知道我李恒 谁说的 我打敌人也没说软过 哪里有战场 哪里就有红尘 这种时候 切记半途停车 一定得找个好地方 能够能守的那种 悄悄 两波敌人顺利拿下 所以说 站位真的很重要 哦耶 注意车锁不能走 就得一直追到跟前去 越近越好 只要开枪够快 就算是淘汰王 也措手不及 啊 就是压得住我 不能怪我 真的是枪有问题 完全压不住啊 各位小老爷 你们说说 全王还有比六倍AK 更极限的组合吗 我太难了 能举说来的 我叫您什么爸爸 耶耶耶 行 那你可叫不过来了 哈哈哈哈 眼睛离时打不过了 只能冲 谈他 这就是打我的下场 小叶 别乱跑了 去那边吸引敌的火力 我来负责收拾他们 滚 原来 我就是没有感情的工具人呢 我呀 你当码子是你的荣幸 看来也是你的荣幸啊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我就不信你们不进圈 果然跑去对面了 这时候 烟雾弹就非常关键 小老爷们平时都带几颗烟雾弹啊 红尘可是至少背三颗哦 又能给自己打掩护 又能迷惑敌人 只剩最后一位 咱们直接顺着烟雾压过去 盘他 本次任务圆马完成 小老爷们还有什么任务 放马过来吧 小老爷们